英國泰晤士河谷警方在英國時間星期二下午發稿 表示星期日下午約5時15分 警員接到一名公眾人士報警後 到英格蘭東南美登克的格倫費爾公園 或一名男子進行急救 但該男子在現場被宣告死亡 目前當地警方正調查這宗死亡案件 暫時列為原因不明的死亡 並表示驗屍將在適當時進行 而死者的家人已經接到通知 當地警方正提供支援 英國警方的新聞稿提到 Trigger生前正是保釋後審 被要求定期到警察局報道 並等待法庭的程序 當地警方呼籲 任何知道相關消息的人 尤其是在事發前 曾經在格倫費爾公園的人 聯絡當地警方 而負責這件案件的檢察官 Kashiv-Malik表示 在上星期被起訴後 Trigger曾經企圖自殺 而他分別向兩名負責機押的警長表示 如果他獲釋他會自殺 因為身無可戀 他更趁向Kashiv要求 為了他的自身利益繼續還押 袁松彪、惠智良和Trigger在5月13日出庭後獲保釋 被要求交出旅遊證件 不可離境並遵守蕭禁令 他們涉及的港諜案 原定在這個星期五在倫敦的中央刑事法院再訊 資料顯示 Matthew Trigger住在發現他身亡的美登克 他是英國內政部的移民執法調查員 他任職私家偵探 他在港諜案中被指有份參與 袁松彪委派的監視人物 監視目標包括劉祖迪、蒙兆達等流亡英國港人 並且向香港駐倫敦經貿辦收取費用 Trigger被捕後向當地警方承認 曾經為香港駐倫敦經貿辦工作 並見過袁松彪 他還承認曾經協助案中另一名被告 為智良進行上門討債行動 並將水倒進目標單位大門下方 引目標人物開門 而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今天見記者時 被問到有關事件 他表示對個別個案的案情不作評論 而處理商經局局長陳百里 也指對一些網上流傳或無稽的指控不作評論 並說現時在世界各地有14個駐外或海外經貿辦 經貿辦的功能和角色是負責聯繫當地政府部門、致富、工商界人士等 希望提升香港與當地的經貿關係、投資關係 並加強文化藝術交流合作 端端端企業 完全不相思 途中 在致敬